把好好的海参放在火上烤 看似败家的行为 却让他赚了一个亿 从此以后 他对海参越发疯狂 干脆直接请来70后的小姐姐 一个接一个跳入大海中 等到他们上船时 一个个腹部都大了一圈 难道这片海域还能让人怀孕吗 原来在他们的衣服里 装满了大量海参 仅是下海一趟就赚到了八万块 捕捞上船的海参 为了维持鲜美的口感 会立即送往岸边的加工厂 并快速地取出内脏 接着清洗干净后进行废煮10分钟 这个过程不仅可以使海参快速脱水 还能最大程度地将其精华保留下来 而另一旁的工人 也在快速地撬开鲍鱼 然后用高压水流冲洗掉污渍 再经过两小时的温火慢征 直至鲍鱼熟透后 将海参和花椒 以及花菇等食材一同装入罐中 最后浇上熬制的金汤密封包装 一款鲜香美味的佛跳墙就制作好了 它汇集了数种山珍海味 营养价值颇高 口感软嫩柔润 层次极为丰富